最近家裡多了一位新成員 他叫斑斑 今年三歲 小時候因為物彩陷阱而被截肢 斑斑雖然行動不便 但眼神中充滿熱情與盼望 永不放棄 活潑可愛 今年的巴黎奧運 我們共同見證了許多感動的時刻 這些台灣之光懷抱勇氣與毅力 同樣沒有放棄 刻無種種挑戰 為國爭光 令人欽佩 今天也是新政府就職的第一百天 我們一如往常 認真工作 為了民主 為了台灣 我們同樣勇敢堅定 永不放棄 現在的台灣已經成為世界不可或缺的支柱 一百天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還有好多個一百天 我們和每一位在工作崗位上的台灣人一樣 前奔 認真 能夠為一個民主 和平 繁榮的國家服務 是我畢生的榮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賴清德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請大家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7. deB pont 7、4、102、7 하겠습니다 增加 170 9 10 10 10